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报纸上登了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还没有我们看到的什么露三点都没有 都已经做了处理 然后呢受害的这个女生呢也都打了马赛克 但even这样子这些照片就是不允许应该被公开 所以呢这些报纸都被受到调查 而且我的朋友你知道难免人会好奇心 或者是也会有人问我说 你身为记者你一定会有这个私密档案啊 我就问了一下我们台湾记者说 你们大概也都看了一轮了吧 而且没有马赛克的是吗 对 然后呢我们台湾记者说 哦 我现在全都不可以告诉你 我也不可以跃扬给你 因为我们的手机可能都 就是现在警方查的特别紧 对 然后就说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这个不要看还好 这么说现在台湾现在是一轮公害啊 是吧 黄色公害是吗 这个东西 我以为主要的注意力是在研究李宗瑞身上 那半天现在是怎么样制止这个 那个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你始终要注意保护那些 因为假如李宗瑞这个案子啊 我觉得跟陈冠希那个案子还有点不一样 陈冠希那个案子呢 它是它也不叫案子 就等于双方自愿的或怎么样 李宗瑞这个案子是牵涉到传闻 他有可能是那些女性是被迷奸 那当这个时候那是很明显的受害者 对 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去传播他们的照片 对 对不对 那是不对的 对 你跟他熟吗 对 如果我跟他熟的话可能 台湾富少 大家现在最近应该可以看到照片是吗 不熟 但不认识啊 整个不认识 我怎么没听出过有这么一富少呢 我也没听 我以前也从来没听过这人啊 我也没听出 如果你常跑夜店可能听说过 但我已经离开台湾江湖这么久 我还真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 那你家乡父老这几天给你抱了什么料 你跟我讲一讲 那是个什么人啊 我都没搞清楚 就是个富二代嘛 就是个常常每天去夜店玩的富二代嘛 然后呢 听说作风海派 就去的都是请喝酒这样子 所以呢 不少的女生缘也就挺好的 因为女生 有些女生常常到那边也是希望 能够遇到有好对象 认识一下 对 有影响力的人啦 这样子 这也不为过 所以呢 你如果不是说 不是卖银的哈 就是台湾美媒啊 其实我老觉得台湾美媒 不是很那个性乱的 就是不是 不是说很 不是说很 就性特别开放的那种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们还是 还可以吧 我觉得也还挺开放 经验不一样 大陆也都不一样 我觉得香港人最保守 我觉得香港女的开放 香港女的闷骚 我跟你说文道 香港女的表面上看起来啊 真是就是很女性 我以为我们很严所互斗 没没没 香港女性 那家关上门 你可不了解 我真不了解 这还是你了解 你好像 我二人了解 二人形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还了解 好久不见你 台湾美媒说说话 台湾美媒 台湾美媒 到底是为什么两个女的 什么三个女的 给她什么二批 三批啊 什么的 没有 就是这就是 她里面找到了六十个人嘛 就是听说啊 六十个人 然后她从A到Z分类 对不对 还分类啊 还分类 她依照名字分类 而且她也不吝息的 分享这些照片 给她的好哥们 或者是甚至 如果是女朋友 她也 有些听说 就是她也会给女朋友看说 你看 这我过去 有这样子的一个 辉煌历史 这样子 所以她把她当作 是她的战绩来的 当然这是中间 但是重点 就是因为牵扯到了 一些女孩子 是不省人事的情况之下 躺在她 躺在她床上 那后来 为什么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 有两个女孩子 姐妹来的 就一起去控告了她说 我这个 跟她在床上 发生了关系 但是是我在 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是两个亲姐妹 我怀疑她迷奸我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很早就在调查 但后来是因为 这个男孩子逃走了 所以警方已经先查控 为什么后来 这照片已经不准 被公开 是因为跟陈冠希 还不一样 陈冠希是被这个 电脑 这个 电外线 这是已经列为警方方面 她已经查扣了 这些档案了以后 她开始要调查她 再传讯她的时候 已经传讯不到 因为她跑走 她发觉 这事情有点 刑事方面的责任 她就跑走了 所以她 这件事情才会被媒体 大肆地报道 因为她已经变成一个 通气犯般的 找不到人 所以才慢慢发觉说 原来这里面 牵涉很多的是 名人 模特 而且这模特 或名人 流泄出来的名字之中 互相都是 平常在媒体上 才自称 好姐妹 好朋友 那这样 你们平常 就是好姐妹 好朋友 怎么会跟同一个男的 睡在一起 那就是被媒体 就是又过于渲染了 就是别这样 这种现象 现在很普遍 就是好姐妹 互相介绍 我跟那个谁睡过 你也是睡一睡过 我是听说 真的会这样 是好姐妹 我听说 不是 我也无法理解 咱们首先说 就说这个人 都是不同 是非常大的 有的人 像我们性方面 是很保守的人 对吗 但是呢 不要笑 但是也有的人 是很豪放的 你知道吗 我听过他们 这个圈里 确实有这种 哎呀 我觉得 要叫我是男的 我听着就有点什么呢 听着有点颓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个女的 真是互相介绍 说哎 这男的怎么怎么着 那我介绍 我就说 我跟他玩过 你也跟他去玩玩 你也跟他去玩玩 就姐妹们就串着 他玩男的 你知道吗 互相之间不也叫吗 听说也会互相 互相那个 我们以前过去都知道是这样 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女生也可以 女生也 我觉得也会 父权抬头 对 国外我认识一些 他们会这样 但在华人世界 好像我还以为 还没有这么样的进步 这也或许就是这件事情 如此的就是 刚开始在台湾迅速的疯狂的 这个报道的关系 哎 你说这个事 我是觉得啊 我开始的这个想法啊 就是很道德的 你比如说我觉得包括像陈冠希 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对 本质上讲 对吧 这个事情 他做错了什么呢 对吧 不是什么伤天害理 只要是双方自愿上床 对吧 那么好 呃 我这么想 但到后到后来呢 看的多了 包括国内这个贪官啊 什么什么 我开始啊 有了一种什么呢 因果报应 封建迷信的想法 我觉得是不是中国古人说的对 就说这个色子头上一把刀 嗯 就是啊 你排除这 咱要照很文明的价值观来说 谁可以是 只要是成年人 双方自愿上床 不为罪 你给人家传播出去 你有罪 对吧 但是 我们也确实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 谁要是太多了 好像迟早有一天 这方面 你就是会出点事 这个东西 你发现这个规律了吗 就是 上天好像是公平的 你比如说 你说一男的 你运气太好了吗 你艳福太好 你玩了一百多个 哎 你常在河边走 总有一次失邪 这我也是看到的 另一种现实发生的状况 包括是官员 你看有些官员 他知道自治 他玩两个 他如果就收手 哎 可能就没事了 可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个前提啊 就 首先是大家怎么 怎么来看待性这回事 对 就因为你说的那些情况呢 往往是这个官员 我们说他玩弄女人很多 我们的报道 常用这样的字眼 但是我搞清楚 什么叫玩弄 就假设啊 今天就我们身边 认识一个朋友 也无权无视 就一个普通人 他说不定也跟 好几十个女人上过床 那就是他女人人缘好 我们大概不会用 他玩弄女性 这样的说法 因为也许大家都是 相当平和的 就无所谓的 就存在一个性关系而已 我们不会叫玩弄 为什么到了官员的时候 我们就说那叫玩弄呢 那是因为这里面 牵涉到权的交易 那这个交易呢 就牵涉到一个东西 就是把性当成一种 可以买卖的 或者是当成一种 很珍贵的礼物 那个女子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财产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于是你可以给我一点东西 但假设啊 如果一个社会 对性的观念 开放到一个程度 是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 了不起的礼物的话 或者我们不把它 看成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不一样呢 就像美国一样了 所以就很多什么明星就算有这个性爱光点在四处流川 但也似乎好像就只要不影响到他的公领域的表现的话 像Paris Hilton他就从此变成大名人 尽量林赛罗涵也是进出这个戒毒所啊 或者是这个不停给你看他露任何地方的照片 无所谓继续拍片 他只要不影响到他的工作表现 这个社会就OK 把它当作gossip 这真的是八卦来看 大家也会传看 但是呢 无伤大雅 对吗 不会让这个人呢 从此之后就身败名裂 甚至失去职业 对吧 我经常有看到 他们说其实你看八卦 就是他是 很多人从八卦里面 在学习一种我在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个标准来的 所以大家去看说 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做 因为这些人是名人 通常被你传播都是名人 所以呢你看到的名人 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的生活是这样 所以我可以这样 或我不可以这样 所以大家从这里面 那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现在显然如果这样的话 你显然是羡慕 但是你 因为我不知道 但是显然是不可以吧 对不对 咱们先取下广告 再说可以不可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偏偏穿过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新闻 可是你刚刚说可以不可以 你反过来看 就大部分老百姓会觉得 并不会因为说 因为民人可以这么做 所以我也可以这么做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做 我不可以这么做 是反过来的 阶级成民族很久在这儿了 这时候因为为什么 大家会想 那是不是因为你是官员 所以你刚刚讲 美国的确比较开放 某程度上 但是对于官员 政治人物也是不开放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牵涉了权力 大家会想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做 因为你有权 比如说 李中锐 为什么 你可以这么做 是因为你是富二代 那么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做 因为我没钱 我没权 所以这时候会 格外的讨厌你 那当然 话说回来 他的手法 也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你用钱 尤其权力 尤其那个权力 是公权力的话 那就更有问题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整件事 之所以闹到这么大 倒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 玩弄女人这么简单 假如没有照片的话 大家不会那么关注 没错 这其实是因为 大家还看到照片 有图为证了 你有很多人玩什么 玩这个 我们听过很多这种故事传闻 但你没照片 就搞不了那么火 这个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是吗 而且现在的这个网络 实在是传播的太快了 他们说这个警察 根本也是拦不住 那用任何什么 跳板程式 你就这个网络 就美国传 你根本也抓不到他 然后呢 这个还有就是 在这个传阅的过程当中 甚至还有 台湾很多这个电脑 在那一阵子 特别中毒 因为你只要写李宗盛 所有人都去点来看 全部都是木马城市 就骇客啊 骇着乱七拉糟 李宗盛的网站 也受连累不小心 对 就整个 这个台湾现在就是 充满这个 整个电子站这样子 大家就是贵球 打案 谁可以抓到 他全部的打案 谁露出来 是不是警方 也有牵涉在里面 真的 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 共产主义社会 快实现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过去啊 好东西大家都分享 网络的发明啊 别的咱们奋斗 那么多年没实现 网络的发明 它在某些 过去对共产主义 有偏见的 你知道吗 当年你们蒋介石 骂我们什么呢 说我们共产共妻 实际上我们哪有 对吧 但是呢 确实我不能供 你的这个伴侣 可是呢 我通过影像的方式 我也可以供啊 也很爽 要不然为什么 看日本AV啊 你看日本AV 当然你没办法 去跟他上床 但是我也可以想 对不对 那你被报名参加那种 日本AV旅游见面会 他们没有做见面会 那见面会是冷干的 最近有看到 还有就是你捐钱 就可以碰他 对 那你看 共产主义更不远了 我就说你看这个 我觉得这是说 逼得大家 你不想共产的 就这信息 或者影像之产呢 逼得你 你现在是被迫 进入共产主义 你觉得吗 你 我现在觉得 你说有了网络以来 这个太容易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手机啊 这个乔布斯是个魔鬼啊 他就摄像 我们这次在伦敦做节目 我都不用电视摄像师了 我这一拍 我到哪电视台就播了 你知道谁家里弄这个拍 而且在网上 你就别冒头 你只要一冒头 这就是一传十 十传一的事情 你说在今天 又婷 就是这个床上照片 你就不要拍 我认为 放心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说 但是 但是很多人 他很自然 尤其是 更加是一些非知名人士 更容易有这个乐趣 他这么拍拍 这两个人亲爱亲爱拍拍 这不很自然 但是你看 这儿冒出一个 那儿冒出一个 这儿冒出 全都共产了 整个没有隐私 文道 你说 要是纵容此风发展下去 会不会全民集体疲惫呢 也有可能 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出现一个情况 我觉得很特别 我记得今年前几个月 有一个记者跟我聊天 很年轻 90后大概 80后90后 跟我聊 然后就说到 问我现在 对现在网络发展什么看法 那我就提到一点 我很担心 隐私的观念的上市 就发现了 现在大家对隐私很不在意 比如说用推特 Facebook或者微博 一天到晚跟人说 我现在在哪 我今天怎么样 那等于你一辈子 几十年 你生活中每一分钟 或者至少每一小时 干过什么事 网上是有记录的 对 那你的隐私是全部曝光的 结果我没想到 那个记者 他反问我什么 他说那这有问题吗 你懂他这个就问话 这就表示 在很多像他这新一代 沉浸在这个文化年轻人来讲 我过去每天24小时 生活都曝光 那又怎么样 他不觉得有问题 那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 说不定有一天 大家的这个床上照片 又停啊什么 都在网上发 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事 所以你放心 就没问题 所以现在有种很奇怪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名人一直在呈隐私 说我要躲狗仔啊 然后你不要知道 我跟谁谈恋爱 可是素人一直告诉大家 说想当明星 就像你在Facebook上面 太多或者现在很多的部落客 就是他们靠他曝光自己的隐私 然后来赚取钱 或者是赚取你的眼球 我现在Facebook有多少朋友 每天告诉我 他跟男朋友 就送了他几颗赚戒 然后呢 什么花 他今天吃了什么 然后他 就很多那种什么 什么叫幸福闪光文 然后就是不停告诉你 我跟他的细节 我们两个今天怎么约会 他对我多好 全部告诉你 就素人这样 然后我反而避之为 可不及 就不要都知道我的情况 因为这是我的私生活 所以反而这个 对 一般人想出名 然后名人一直想要隐藏 就是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考虑 我想名人是一种很奇怪的人物 在现代世界里面 就是名人 Celebrity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时代一种宗教 或者一种一种 一种偶像崇拜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尤其越演越烈 是到了最近十几二十年 是人人都想当名人 因为名人又的确很有价值 我的意思是商业价值 比如说你不止受到注意 受到注意本身 对很多人讲 对 就已经很吸引了 然后呢 而且他很怪 你会注意当代名人的轨迹 就是一个名人 他只要出了名 他好像什么就都能做 对 你会注意这一点 就你比如说你踢球踢好了 莫名其妙 你能够当时装模特儿了 你能够唱歌了 你能够演戏了 你能够代言这个那个 名人本身就是个价值了 不再是你的专业 原来是什么了 所以大家都想做名人 对 但是我觉得将来 当大家都想做名人 而大家都能做名人的时候 名人也就破产了 其实呢 他们自己活的 也惨 你好比说 你你让一个 这个就说是一个 一个演演演什么肥肖剧的演员 你让他去代言 某种这个 比如说爱心大使 或者环保大使 他是吗 他这个里边有个名和实的 不对位啊 对 所以为什么名人自己活的也惨呢 就是说 我没那么高啊 我就过去是下酒流啊 但是现在你们把我赋予一个 道德楷模的位置 所以我的艳照一出来 我就破产了 你说你明白吗 你说很对 所以现在出现一种情况 我常常注意到 就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物 就不说是谁了 有时候出来说话 老说错话 老挨骂 他说他笨啊 没文化什么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是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原来我可能我就演戏 我就怎么样 我这个东西我很在行 我做好了 结果一下被捧成一个国家形象代表 对 然后呢 你可以不接受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他是被端上去了 你知道吗 他也 他也没这个拒绝 然后呢 就被端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他被赋予太多 也许跟他真实能力不相称的权力跟位置 然后他就很容易犯错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真正的宠爱 能让你的心彻底迷醉 舌尖弥漫诱惑的滋味 深于心的无上宠爱 地中海欧丽威蓝特级出榨橄榄油 Olivella 船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你将要去看五地埃伦的情迷罗马 对 他在里边也思考文道说的这个现象 就是说你一人本来什么事都没有 突然间一帮人把你围上 你刷牙用什么牙膏 你每天穿什么衣服 然后咚咚咚就上电视台 他就说这个现象 就是说全民实际上你在关心什么 你在关心一个人 就是他吃什么穿什么 他跟谁睡觉 他怎么怎么 怎么着 就这种琐碎的事情 其实你本质上讲 就说这个微博 好多这个 他每天他在干什么 我在吃饭 我在吃什么 我就告告告告 我倒不管他这个发出者 我说的是这些接受者 所以我说他们在学习一种 我在世界上可以生存 例如说如果我要过更好的生活 什么叫更好生活 我看文涛穿了这套衣服 因为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社会的这个楷模 所以你穿这套衣服叫好生活 或者是名人 所以我也要追求到你这个目标 然后就买这套衣服来穿 所以这就是他学习他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一个方法 进而巩固他在这个这个的存在 你知道吗 这就叫羊群羊群心理 所以说上帝还是有道理 当然上帝一直就有道理 上帝为什么老说这个牧羊人呢 这个人类啊 甚至是人人群当中很大部分的人呢 你们没有什么主见的 你知道吗 就是而且不知道要什么 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所以呢就会崇拜权力吗 或者崇拜明星吗 啊 他是我的目标 他是我的方向 实际上他们老批评什么说什么 精英主义啊 我就老说 我说你干嘛甘心不当精英呢 谁也是精英啊 只要听自己的 自己有主心股 按照自己的选择和爱好去 那么你就是精英啊 干嘛非要他是精英呢 对吗 但有时候会很奇怪 出现另一种现象 比如说因为我是不用微博的嘛 我也没开Facebook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问 你怎么不开啊 不做这个啊 你不想难道跟人家多点交流 我说我就是不想 他说你这样对得起 你的读者观众 对不起 对不起祖国和人民 对我拿了这份钱 收了这份人工 我来做节目 我来写东西 而且做的 写的是我真想说的话 那就够了 对我来讲 那我根本不想要被什么人崇拜 或者被什么人关注 那你们要那么崇拜 但是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但是结果你这种说法 比如说我不想讲太多 关于自己的事了 或者是不想介入 那样的一个网络媒体的话 你就会被人批评 你太精英了 你懂我意思吗 会反过来讲 你刚刚讲精英吧 太孤傲了 你为什么这么孤方至少 不与民同乐呢 不与民同乐 他们说现在八卦很有趣 你这个八卦是沟通世界操量 你可以跟英国人讲 同样一个的这个 哈利王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度 和群儿的需要 对 你要进入很多